我們今天要來做紅酒燉牛肉 請問大臣用的是哪一塊牛肉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牛尖 很多人說牛尖 來這一塊 精不精彩 紅酒燉牛尖 來我覺得大家應該是不好猜啦 這一塊肉呢 其實 我要公布答案了嗎 有人還想猜 牛胸 對 牛胸也是很適合做 那個紅酒燉牛肉的一塊肉 但是今天用的比較更特別一點 這一塊 看 美不美 這個肉我已經讓它浸泡了 大概有10個小時左右的紅酒 顏色 美不美 美不美 聞到紅酒的香氣 這一塊 好 這一塊肉呢 是我們的牛臉頰 牛的這個叫什麼 臉頰肉 臉頰肉 不是肩胛肉 是臉頰肉 我也是第一次料理這一塊肉 然後我知道這一塊肉 非常適合拿來做紅酒燉牛肉 它的肉質比較軟嫩 而且呢 又耐煮 那重點就是 我們做紅酒燉牛肉 今天不管你用牛腱 牛胸 牛肩 牛膝 最好呢 就是要先用紅酒 然後這個紅酒 這是就是生的紅酒可以喝的 但現在泡過生的東西不要喝啦 用這紅酒先讓它 泡著 泡在這裡面 泡個 最好的話可以24小時都沒有問題 泡下去以後然後把它 冰到冰箱裡面 我今天特別準備了這一塊肉 這一塊肉 有沒有人要猜一下多少錢 我覺得算是 不便宜 但是也值得 也還OK 這一塊肉 然後我想要 因為今天做紅酒燉牛肉嘛 我希望我的牛肉 是比較稍微 有一點 有一點口感 稍微大塊一點 我不想把它切得太細 像那種 蘿蔔燉牛肉 那就沒有意思 要稍微 稍微有一點大塊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很切面 不得了這塊肉 臉頰肉 而且你看中間 中間的這個顏色 有沒有漂亮 兩千三千五 太誇張了吧 你們 有行情嗎 這個要兩千 兩千三千五也太貴了吧 沒有那麼貴 沒有那麼貴 是一塊很好吃的肉 但是不至於那麼貴 大家 一般如果有到傳統市場的話 就比較可以買得到這塊肉 要在超市是肯定買不到的 我們今天要做稍微大塊 你看 這樣子 等下我們切方塊 很過癮 好嫩的感覺 沒錯 其實呢 為什麼說 做紅酒燉牛肉 要先用這個 生的時候 就先用紅酒做浸泡呢 其實就是為了軟化它的肉質 就是為了軟化肉質 好啦 公佈答案 這一塊 其實大家猜得那麼高 其實那這樣子就變得 我說出證據答案 有點不好意思 這塊六百 牛肉猜了 兩塊千 一兩千的 這塊六百 你說這塊是什麼 牛 牛夾 牛的嘴邊肉 對 牛的嘴邊肉 我們不是會吃豬頭肉 豬的嘴邊肉嗎 這一塊就是牛的嘴邊肉 看這肉質 這塊這麼大 這麼肥 又是 這麼稀少的部位 沒錯 六百喔 對 大家可以 我在南門市場買的 好嗎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選用 但我不知道 我覺得六百算貴啊 這樣一塊牛肉 六百塊 應該算不便宜吧 我們切成大概這樣的 方塊大小 這樣子吃起來才過癮 來 跟我的比例吃一下 這大家都蠻會猜的 比例吃一下 對六百塊 有沒有老司機 常買這種 比較稀少的部位的 告訴我六百塊的貴不貴 六百塊這樣一塊算不算貴 因為其實我說真的 我很少買這個部位的肉 所以我也不清楚 我今天這樣是買 買貴了還買便宜了 還是剛剛好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吃起來是蠻便宜的 如果以大家這樣子拆的話 我覺得我這個肉是便宜的 因為他這個分量很夠 分量很夠啊 很爽 好大塊 對 很好吃 不要浪費啦 我們自己家裡吃的 就不用 不用 就 如果一般餐廳做的話 他可能這種邊角料就修掉了 有沒有 我們自己在家裡做 就不要浪費 就不要 一起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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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煮一點 我們的肉已經改 就是把它改好快了 現在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牛肉六百很便宜 對 尤其這麼大份 好像這樣子被你們說一說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便宜 好 這個牛肉我們在 把它進到我們的這個 烹調的壓力鍋之前 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先把它兩面上色 爸爸剛剛說貴一點嗎 是嗎 我其實沒有什麼概念 六百便宜 有人說貴 有人說便宜 金敏員說便宜 好 來 大家跟我一起 我們移架 因為這個 這個呢 我們要讓它兩邊快速上色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爐火比較好 用這個明火 來 南門市場本來就比較貴 但六百元還是超級便宜 沒錯 其實我是覺得不是很貴 我是覺得還行 但 應該有更便宜的 如果到傳統市場買的話 應該會差 應該會更便宜一點 那大家剛剛猜的價格很高 有那個猜兩三千的 我就有點不好意思 可能是因為我們 他有說啦 這個牛是台灣牛 可能不是美國牛 澳洲牛 但台灣牛也很好吃啊 我們台灣的牛肉也很好吃 那牛夾好買嗎 牛臉夾嗎 對啊 其實今天晚上要做這道菜 我本來想要找的是牛溪 但是牛溪一直 我好幾間店都沒有找到 結果我找到這塊牛夾肉 我覺得應該也很不錯 好來 我們 要煎這個牛肉呢 果一定要非常的大 也不是說果一定要非常的大 就是油一定要很燙很燙 哪以為要兩三千 徐薇老師太沒有行情了吧 徐薇老師買什麼都要兩三千 碰到徐薇老師這種 就 因為像這個南門市場賣這些肉 他們是沒有標價的 他可能看 你跟他對答的這種感覺 就譬如我去的時候就先問 欸你有沒有這一塊 你有沒有那一塊 這一塊怎麼賣 那一塊怎麼賣 他就會知道你懂不懂 懂不懂行情 然後呢再開給你價格 那今天如果徐薇老師穿的美美 然後一去就一臉很小白的樣子 就在購 買菜這方面是小白 然後徐薇老師一到 啊我要那個 兩千 好 油要夠熱 我們煎這牛肉 要讓他一下進去的時候 就有那個 那個梅納反應 這樣子肉才會香 來囉 好我準備一個鍋蓋 因為這個步驟會有一點噴 稍微把它蓋一下 才不會噴得那麼嚴重 大火這邊一定要先把兩面煎香 好不好 台灣牛肉好吃 台灣牛肉也好吃啊 而且相對來說便宜 洗個手 這塊牛肉呢 它的油脂比較少 就很適合燉煮 燉了以後呢 會整個 會很綿密 就是那種鬆開的那種牛肉 像有的牛肉 它就是適合 兩面煎七分熟 譬如那樣飛粒這種 就要吃個五分熟 或三分熟才好吃 那這種牛肉呢 就是適合燉煮了 我們等一下要放到壓力鍋裡面 然後配合我們的蔬菜 去把它整個燉到很香 然後很軟爛 但是呢 過程中 我們第一個步驟 一定要先把我們的肉煎香 好不好 火大一點 不要怕 然後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配料有什麼 這件就是我們的配料 這個配料呢 我就是所謂的法式三寶 法式三寶就是這個 這個 紅蘿蔔 芹菜 還有呢 洋蔥 用這三個來燉我們的牛肉 把蔬菜的鮮甜 全部燉到肉裡面 這樣才好吃 所以我剛剛看到學位老師留言說 是你昨天晚上吃到的那塊肉嗎 不是 這一塊肉600 你昨天晚上吃的是一塊79的牛腱 不一樣 那個紅酒味道已經飄不來了 對 因為我們這個肉呢 是在紅酒裡面呢 有浸泡過大概 十個小時左右 所以它紅酒其實已經很滲透到肉裡面 肉質會非常的軟化 感覺它要再一下 沒有沒有很恰恰 這個步驟要讓它恰恰 沒錯 法式三寶 紅蘿蔔 芹菜 洋蔥 像如果你今天是做任何的那種 法式的湯品的話 他們就是用雞醬 紅蘿蔔 洋蔥 芹菜 就用這些東西下去燉 法式三寶 網站日文食谷 有中文食谷嗎 中文食谷 這個我等一下介紹 好不好 這個我等一下介紹 啊算了 我們煎牛肉的同事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買這個壓力鍋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燉肉的壓力鍋 除了我們 先開窗戶 博承提醒我先開窗戶 徐薇老師要殺過來了 這個優惡 徐薇老師殺過來了 我來開窗戶 今天呢我們做這個 除了呢 價格上有很多的優惠 剛剛講到 送保固 送平底鍋 然後折扣碼 又比原價折一千 之外 他在六到七月的時候呢 會上一本中文的食谷 那這個中文的食谷呢 大家在購買以後呢 憑這個 序號 就可以到官網上去兌換 所以不僅有日文食谷 還有中文的 大家不用擔心 買回去 一定讓大家除了在大城小館 可以看著做 看著學之外 在官網上也可以找到 好不好 菲利普一台一萬又沒送東西 NANAYEAR YOU KNOW ME 好不好 撐撐把關 你幫大家選到好東西 這個Cooking Pro 是日本的牌子 絕對 日本人用什麼 會用什麼啦 對 好嘞 兩面煎香啊 很重要 牛的嘴邊肉 牛的臉頰肉 好 這樣子差不多啦 兩邊有恰恰了 我們就準備把我們的鍋拿來 有沒有 鍋子就直接拿過來 然後現在怎麼樣呢 把這個肉 先放 直接放進來 這個火就繼續開著 沒有關係 好香喔 好香喔 喔 光是煎牛肉 紅酒泡過的煎牛肉 就有夠香 我這邊我會先繼續讓它開著 嗚 好先關一下 太噴了太噴了 先關一下 好來 接下來這個同一鍋呢 不要洗 不要洗 剛剛有煎過牛肉的這個油 牛油都滴出來了 對不對 對對對 牛肉先放在鍋裡面以後呢 我們把火再打開 這次火就不用那麼大 然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法師三寶 全部一起放下去 會有一點黑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喔 你不要把馬鈴薯也丟下去了 馬鈴薯 馬鈴薯是我們等一下的配菜 我們等一下的主持 所以先留著 用剛剛的牛油 還有那個焦香味 去煸炒我們的蔬菜料 然後這邊我有準備很多的蒜頭 這蒜頭的準備也很簡單 就拍一下 帶著皮都沒關係 就直接丟進去了 洗乾淨就是了 把它拍開就可以丟進去 皮都不剝嗎 皮都不剝 對 皮都不剝 這邊可以稍微加一點鹽巴 幫助我們的蔬菜軟化 調一點鹹味 現在先把這些蔬菜料也炒香 把蔬菜料也炒香 同時到這邊我們來準備一些香料 我這牛肉不是已經下去了嗎 好這裡面我們還要有什麼 等一下我把它沾滿 這裡面還要什麼 現在呢我們來加一些香料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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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那個嗎 帕瑪森嗎 國城的帕瑪森沒有 好來 杯粒 好不好 這個叫做什麼 月桂葉 來個幾片 來個三片 兩三片 國式料理多喜歡你的月桂葉 對 然後再來呢 這個泰姨 泰姨 百里香 還有一點點我們的 Parsley 那這邊呢 如果你買得到新鮮的 用新鮮的也可以 買不到新鮮的用我的 像我一樣用乾燥的也OK 好來 好 從這邊開始以後呢 我們要有一個很關鍵的步驟 紅酒牛肉 紅酒牛肉 然後大城裡的紅酒呢 我們用剛剛泡過牛肉的這個紅酒 直接下來 紅酒 剛剛泡牛肉的 直接泡進去 然後這裡要讓它揮發一下 看燒不燒得起來 燒得起來燒起來燒不起來就算了 紅酒比較難 不像我們米酒 米酒比較容易找到 但是這也沒關係 你就是要把火開大 讓它滾 讓它稍微酒精揮發一下 然後我們的牛肉已經在裡面準備好了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蔬菜呢 現在再稍微 消化一下這個 我們的 紅酒 然後把蔬菜的甜味稍微煮出來一點 我們就準備進鍋了 我們就準備進鍋了 這道菜呢 事前準備其實非常的簡單 牛肉我先泡好 然後呢 把兩面煎香 煎香了以後呢 就把我們的這個 蔬菜也弄香 弄香以後 用這些蔬菜的甜味 來燉我們的牛肉 到目前為止 還跟得上進度的 按讚讚 剛事前準備 你現在還好 到目前為止 還有跟上進度的 按讚讚 聽起來 你現在不能 但是 就是煮的時候 它會特別小的 對 如果今天 到目前為止 這個進度 你沒有買我們今天 Cooking Pro的 萬用智能壓力鍋的話 那 你就是拿一個鍋子 然後把這些東西 放在一起 然後開始燉 四到六個小時 四到六個小時 小火 四到六個小時 就中午開始備料 晚上才吃的 對 中 早上開始泡牛肉 中午 把東西放到鍋子裡面 晚餐可以吃的到 但是 如果你買了我們 Cooking Pro 的這個 萬用電子壓力鍋 等一下 就上菜 30分鐘後 就上菜 OK 來這個呢 它開始滾了以後 讓它滾個大概 一分鐘左右 把裡面的酒精 多揮發一點 因為壓力鍋 它的料理道理裡面 壓力鍋壓著以後 它的氣就跑不出來了 所以那個酒精 就沒有辦法揮發掉 所以這個步驟很重要 好 來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倒到我這個鍋裡 這裡面剛剛已經把我們的香料都放進去 後面 這個都進來 哦 直接倒進去 拿進來以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水位 好燙好燙 好 它這個水位還不夠對不對 來沒關係 我們先移架 我們先回來哈 好 來 我們回來了 好來到這邊以後呢 我把它放到我們的這個鍋具裡面 放進去對不對 然後我開始 加高湯 我大概要讓我的水位剛好 跟我的蔬菜一樣多就差不多 所以我這邊準備了雞高湯 那如果你能準備到牛高湯 那當然是更好 就煮牛肉用牛高湯 那你買不到牛高湯加雞高湯就可以 買不到雞高湯 是用水就可以嗎 對 買不到雞高湯就用水 好 大概這樣 就是大概能 不用完全沒過 不用完全超過 就大概這樣子 跟我們的蔬菜齊高就OK了 好這時候怎麼樣 怎麼樣很簡單的步驟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拿出來 插上電 非常簡單 插上電 讓大家看 第一它亮起來了有沒有 看得到嗎 這樣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裡亮起來了 然後來上壓 上壓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為這個步驟呢 如果 是一般的壓力鍋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點危險 包括你在開關 以及有沒有正確上壓上面 會有一點危險 但是用這個就會很簡單 你先 它後面這邊有一個槽 它後面這邊有一個槽有沒有 這個槽 這個槽你把它先放在 空的位置 然後把上面這邊這個壓力閥 壓力閥這邊 它有叫做排出以及壓力 你把它撥到壓力這個地方 撥到壓力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轉上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覺得它怎麼有點鬆鬆的 這是正常的 因為它還沒有上壓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按 它有好多模式對不對 我按這個肉 這個是肉 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 它一開始預設是15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加 我要幾分鐘 那像我這種 做紅酒燉牛肉 我預計大概是30分鐘差不多 我就開始往上加 30分鐘 這邊30 30好了以後 就按這個 黃色的 黃色的 調理開始 好 這樣子它就開始了 它一方面呢 它在慢慢的加熱裡面的東西 隨著加熱的過程呢 就會有蒸氣 產生 蒸氣呢 它又不出來嘛 關在裡面 所以氣壓就會越來越高 那壓力鍋的邏輯是什麼 水的沸點 在一般我們正常的 一個大氣壓 就是我們現在 一般生活的這種 一個大氣壓的時候呢 水的沸點是100度C 突然變自然老師 對 突然變自然老師 這個就是我們大乘教館 欲教餘樂的這個原因 好不好 先講一下這個 它現在這個在跑有沒有 就表示它在那個 加壓 來 我把它拿下來給大家看 看喔 它這個現在有沒有在轉 這個在轉的意思 就是說它現在在加壓 那等到它不轉了 變成00了 就代表加壓完畢 那接下來就是開始 烹煮的過程中 所以呢 這個也很好 為什麼呢 電子壓力鍋好處在哪 它會告訴你 它什麼時候已經成功上壓了 然後你再開始計時 這樣才是最精準的 如果 甚至連計時都幫你計啦 對 我們用這種最傳統的壓力鍋 它什麼時候成功加壓 當然會有一些指標啦 但是其實相對來說 絕對不會有電子機器來的明確 所以 好不好 用電子的 重點是還更便宜 我原本一直覺得 不想買電子壓力鍋 就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一台應該是 一萬多塊左右 一萬多 甚至兩萬 你看 這種一般的壓力鍋都那麼貴了 那這種 電子的應該要更貴 結果沒有想到原來 電子壓力鍋 其實它是一個更 優化的設計 所以反而在整體的價格上來說 是更好的 原價 5960 那現在在大城小館的優惠價 是4980 所以折了一千 限折一千 然後呢 你再用大城小館的優惠碼 注意喔 這個優惠碼 直到明天的晚上十二點 所以只有這兩天可以用 再折三百 所以折一千的現金 再折三百的優惠碼 然後呢 再送十八個月的保固 十八個月的保固 市值一千塊 所以到目前為止 已經折了兩千三了 然後再送這一個 平底鍋 這個是幾吋的平底鍋 這個是十吋的 十吋平底鍋 然後它是不沾的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它來做 一道菜 這個也很好用 市價六百九 所以這樣子一路送下來 已經送了二九九零了 基本上賺了三千 基本上賺三千的意思 好 那這邊我們就等它上壓 開始料理 過程中 我們要來做紅酒 吃紅酒牛肉 當然不能只吃牛肉 需要有 廢點還沒講完嗎 廢點還沒講完嗎 哦 sorry sorry 插體了 在說 小街燈都已經課本拿出來 OKOK 街上有沒有小微保 有小微保的話 趕快認真聽這一段 水的廢點在一般的室溫 大 就是一般的大氣壓力底下呢 是一百度C 所以呢 我們到山上 到山上的時候呢 水的廢點其實是會比一個大氣壓力 因為壓力比一個大氣壓力來的低 所以廢點也會變低 所以譬如說 如果你到山上去煮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它滾了 你開始煮了 有可能煮不熟 有可能煮不熟 因為它的溫度可能只有90度 或80度 它就開始滾了 跟我們平常在平地的時候一百不一樣 那反之 它的壓力越高的時候 水的廢點就會越高 所以像我們在做這個壓力鍋的時候 它裡面的壓力 其實會比一個大氣壓力更高 所以水的廢點也會更高 水如果廢點更高就代表 它保持液態的時候溫度更高 它可以用更高的溫度來煮 更高的溫度來煮東西 我們用一般的鍋子煮 最高就是一百度的水 但是用壓力鍋來煮 可以用一百多度的水 好不好 一百度以上的水 所以料理的過程會更快 更快的料理就可以留住更多的營養 更多的美味 電子壓力鍋 每個人都值得擁有 如果想要選購的話 可以點我們現在的置頂 好不好 大家 然後記得用折扣碼 大神小管折扣碼再折300 OK 好 那這個壓力鍋我們就把它擺到一邊 好了 回來我們的主題 我們既然要吃紅酒燉牛肉 那我們就一定要有一些紅酒吃牛肉的這個配菜 配菜我們今天做什麼呢 登登 可不可愛這個 給大家看 我最期待的部分來了 起司通心粉 呼呼 那這起司通心粉 其實喔 是很經典的一道美式料理 其實也不一定美式 意思美式 其實也不好去界定 那我們用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正宗一點點的做法 來做這道菜 我去 我去背幾個料 拿幾個鍋子 等我一下喔 大家覺得大臣剛這樣上課 像徐薇老師還是像碗龍師帳 我不想要上碗龍師帳 說句實話 好來我們先把洋蔥跟培根切一切 切得越小越好 起司 沒錯 柏城已經整個人都嗨起來了 那時候呢 我們在選就是說 我們做這個牛肉的配菜要什麼的時候 柏城就大力推薦 柏城就大力推薦我們來做起司料理 所以我們就來切 那我們今天呢 不是要做義大利麵 所以我們的這個所有的配料 都要再切得細小一點 配合我們這個通心粉的大小 就會很讚 然後我等一下會用鑄鐵鍋 放到烤箱裡面再去焗烤 整個就是 香都不行 好我們把它切小一點 平常的培根 我不會切這麼小 今天呢就切小一點 那果然這個壓力鍋現在 你看 你說它現在的運作嗎 對 它開始上壓了嗎 它現在 持續在上壓中 還在上壓中 OK 它上面有一顆那個 紅色小小的 其實它就是 你在上壓中 它會慢慢浮上 所以你其實可以很知道 它該進度到哪裡 對 它也很安全 安全就這樣放著對不對 對 不根部它嘛 也沒有爐火的問題 不用擔心 然後它卸壓的時候 它也很安全 不會有那種壓力鍋 然後沒有正確洩壓 就打開爆炸 這樣的情況發生 你只要注意家裡有沒有停電 停電了也不會怎麼樣 停電了也不會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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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停電了也不會有危險 就是等一下再做就死了 好來 我們把這個培根切起來 好像有一點太多了 可能用不到這麼多培根 然後切洋蔥 哈囉 那在做這些東西的同時呢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專業的白醬 白醬有很多種做法 那最傳統的白醬呢 其實是要用麵粉跟奶油去炒香的 那我們今天就試一下這個做法 平常如果我懶得一點做白醬的時候 就是料炒香以後倒一點鮮奶油 看起來白白的就叫白醬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你還教我這個做法 這個是簡易的做法 今天教你正宗的 OK 好來 白醬白醬 洗濕洗濕 我們先把我們的鍋熱起來 紙巾不要整隻手 大家應該撕一張起來才好 好的對不起 好 奶油 奶油要稍微 多一點點 來整塊的奶油 下去了 好 奶油下去以後我們繼續來切洋蔥 切洋蔥 洋蔥 那洋蔥碎這個應該已經不用再示範了吧 大家都會切了吧 先切 直到先畫刀 其實這洋蔥好像也不用那麼多 感覺應該是四分之一顆就夠了 不過洋蔥這種東西呢 先切起來以後都好用了沒事 好吃的 好吃的啊 對啊 然後橫的再來一個兩刀 小心手 要再開始往下切 好這樣就夠了 不要切了 不用切了 現在要留了 等一下 我的這個為什麼沒有在畫 我夾熱錯爐了嗎 好 我夾熱錯爐了 好久沒有用這個了 跟昨天徐薇老師有點像 跟昨天徐薇老師有點像嗎 來大家 你覺得目前看到現在為止 覺得大腸小管的這個料理節目 跟昨天徐薇老師的料理節目很像的 請你按個讚讚 我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羞辱我 不是 大家有沒有這樣子覺得我們母子其實同心 好 這個 奶油炒化 火不要太大 奶油很容易燒焦 昨天徐薇老師不會有點又好笑又很療癒 來 奶油炒化 奶油化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麵粉倒進來 這個時候加麵粉 對 這個平底鍋真的蠻好用的 大家 雖然它是一個贈品 我們今天買壓力鍋的一個額外加贈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十寸的大小 是真的很方便 你平常如果說 沒有 不要用太大的鍋子 你這樣煎個蛋啊 或煎個那種 麵餅啊 就是這種蛋餅 都是很適合的大小 好來麵粉 欸 開始了 欸 為什麼 啊 沒事沒事 好好好 好了 好來 這個 要把我們的奶油確實的跟我們的麵粉去做結合 慢慢來 不要擠 然後它會變成有一點像奶油糊的這樣的感覺 那我現在用的大家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用的是金屬湯匙 但我用的是它的背面 我沒有刮到鍋子 因為我看每次大家很多人看我用這個金屬的東西在操作的時候 大家都很緊張 大成不要刮到鍋子 我沒有 我沒有 好不好 還是非常細心的 非常細心 不會傷到鍋子 後來把它都炒化 把奶油確實的都炒化 因為它用麵粉呢 去跟奶油做結合 就會有一種類似這個 我們中式用太白粉勾芡那樣子的感覺 透過這種粉類的澱粉呢 去讓我們的這個醬汁變得濃稠 好來 這樣子ok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火不要太大 火不要太大 我大概就是中小火 然後加牛奶 中小火加牛奶 也不用太多 好這樣子 那這個牛奶我已經有事先退冰了 這平底鍋應該有18到20吋 不只10吋 10吋啦 10吋啦 沒有很大 好來 給它融化 攪拌融化 它現在質地呢 還沒有很濃 來來來看 開始濃稠了有沒有 還沒嗎 對好 有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再加一點牛奶 太濃了就再加一點牛奶 調整一下 沒事 太濃了就加一點牛奶 來 離火一下 就讓它這樣繼續慢慢化 可以離火一下 火小一點慢慢加 然後繼續加牛奶 牛奶分批加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基礎的白醬的做法 這樣子做的 對 所以這個白醬呢 熬起來以後 其實可以吃很久 那你再去炒洋蔥啊 培根啊等等的 都很方便 今天好像餓了 好來 餓啊 我們還沒吃晚餐 這是用低筋還是高筋麵粉 中筋 我猜是中筋 但是用低筋也可以 不要用高筋 不要用高筋 這個你有買可以用鐵鏟 很勇 很勇健 勇健是一個拿來形容拼底鍋的詞彙 可以是不是 這個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阿是請說 請說 這個平底鍋是這個牌子是 Forge in Fire Forge in Fire 用火鑄造的 這個 這個 我後來查它是一個 美國的真人秀節目 阿是嗎 它是在比 鍛造刀具 比鍛造刀具的節目裡 做出來的平底鍋 那我相信 它的強韌度應該是非常的OK 柏晨哥哥 你看 等一下 講到這裡 威寶 是不是層層把關 柏晨哥哥 連這個都幫你們做好research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大臣小吻的精神 以及態度 我看到這個很勇健的這個說話 蠻貼切的 蠻貼切的 果然很勇健 是我們選秀節目出來的鍋子 那就不是開玩笑 那這裡的這個起司的量呢 就大家自己斟酌斟酌 因人而異 好不好 好來 你看 做出來這樣子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白醬 好濃稠喔 好像還有一點濃 那就再加一點牛奶 好濃稠喔 我的粉感覺加多了 但是 不用 就慢慢弄 慢慢弄 慢慢把它化開 做到大家自己想要的這種濃稠度 就OK了 因為裡面有麵粉 就有點像在搓麵團的感覺 這個鍋子的不沾土層設計 可以用金屬鍋子 金屬餐具 喔 這麼厲害嗎 不愧是我們這個 鍛造節目出來的 來 這個白醬 我呦 這操作感覺可以喔 好 差不多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好像 怎麼有那個石禁秀節目是在比 鍛造道具 然後結果今天還斷了鍋子 好我們把我們的白醬裝出來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用這個鍋子 白醬盛出來 那這個白醬 大家可以把它冰起來慢慢用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吃完一盤熱量爆酒 沒錯 白醬的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我為什麼主張說 我們用鮮奶油代替白醬的原因 也就是說 吃起來 奶油可以用少一點 沒有 奶油少之外 粉也比較少 對這個就 熱量真的很高 又有油又有粉 來白醬 很完美的白醬 就這樣做好了 然後接下來 我算一下這個鍋子 我洗個鍋子 我能跟大家介紹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 這樣看的有仔細嗎 他現在 他那個加壓 加壓已經結束了 就是他 已經是正式在 在燉煮 在燉煮的時間 所以可以看到他這個時間已經開始計時了 他這邊 本來還是 這邊還是在閃啊 在跑 他現在已經從 30分鐘變成26分鐘 就是有在計時了 所以他前面的 預熱的時間 大概10分鐘 10分鐘左右 然後開始進入我們的烹煮時間 好 所以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這樣 有 好 我們白醬煮好了 盛起來 然後呢 另外呢 我通心粉 對不對 這個小的通心粉 我現在旁邊用另外一個小鍋子 先把它煮 先把它煮起來 這鍋在燉什麼 這鍋是我們的主角 紅酒燉牛肉 這鍋是我們的主角 樹梅剛進來嗎 哈囉 我們前面已經 把我們的牛肉 牛肉有先泡過了 煎香 蔬菜也炒香 丟進去 加紅酒進去燉 然後這個鍋子 然後這個鍋子 再回來一下 這個鍋子 是Cooking Pro的 智能 壓力萬用鍋 所以他除了保有 壓力鍋的功能外 他還可以當作 一般的 比如說蒸飯啊 比如說你要炒什麼東西啊 或是甚至你要煮義大利麵 也可以 都可以用這個鍋子 它是一鍋 它有八種功能 OK 因為它作為 就是我們 最推的壓力鍋功能 是非常方便 而且安全 而且甚至是 我們這種 笨笨的都會使用 很容易上手 謝謝博特哥哥的介紹 沒有錯 今天呢我們在業配的 就是Cooking Pro的電子壓力鍋 如果你是剛進來的朋友 這個是日本 已經兩年的銷售冠軍 在日本已經賣出90萬台 今年年初才引進到台灣 原價5960 現在大城小館4980之外呢 我們已經折1000 再送300折扣碼 再送18個月保固 再送現在我眼前 正在示範的這個平底鍋 全部都有 好不好 大家要什麼有什麼 我們都送給大家 所以今天我們就用兩個 不一樣的這種鍋具 跟料理方法來完成 我們今天的這個料理 好嘞 另外有人講到食譜書 有人提到食譜書嗎 不是我們的食譜書 你太敏感了啦 sorry 這樣看到嗎 現在手上的 裡面會送一本 日本的 日本的 那在這個 六到七月的時候呢 我們會推出 不是我們 他們會推出中文的這個食譜 大家現在購買 憑著這個序號 在這個網路上登入以後呢 就可以去領取中文的食譜書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買這個set 還有再送中文食譜書 OK 好的 好的 好來 我旁邊在煮我們的通心粉 煮我們的麵 然後這裡來炒培根 大成文武雙全 沒錯 是的 我知道 晚上好 今天晚上好 奶油來炒我們的培根 我們今天培根切的特別小 特別細 食譜到時候在哪裡還 他的官網 你在上面 你憑那個你購買的時候 每一本書裡面會有一個這個 可以到時候去登入註冊 你只要註冊以後就可以領食譜出了 他的序號在這個保護卡上面 序號在這 每一個裡面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產品序號 保護的序號 憑這個 不好意思 這裡 這裡 憑這個去官網上登入以後呢 六七月的時候就可以領 中文的食譜書 那裡面就會有很多種 就是我們這一次Cooking Pro的這個 電子鍋裡面的料理方法 但我今天介紹的當然是其中一種 奶油炒培根 不要拿我們的序號去換 對啦 剛剛這人已經在這邊秀出來了 但是 沒必要 好不好 大家截圖拿我們的序號去登入 不要這樣 好 然後洋蔥下去 沖沖 這個步驟稍微花一點時間 你就需要把它炒香 你說最大通心粉的名字叫啥 macaroni macaroni 今天看到學老師吃你做的牛肉 想知道你怎麼做嗎 很想知道你怎麼做嗎 我們現在正在做 我們現在正在做 就是昨天學老師吃的那一道 但是今天做的是更高級的版本 昨天學老師吃的呢 只是我試做的 就已經非常成功非常好吃 今天吃的我們不僅用的部位更好 我們用的料也更好 昨天是去超市 隨便買的牛腱肉 對一塊七十九的牛腱肉 今天是一塊六百的牛臉頰肉 感覺很讚 這邊已經剩二十一分鐘了 在這個二十一分鐘之內 我們要完成我們的空心麵 娜娜耶的問題非常好 做好或是兩位帥哥的晚餐還是宵夜 是晚餐 博生講的一副 我們在虐待他一樣 是晚餐 看得好餓喔 沒錯 這邊我們已經炒香以後 我那邊在煮麵嘛 所以我去舀兩勺的這個麵水進來 讓他在這邊煮成一個湯汁 是不是也把這個洋蔥跟這個培根的甜味 然後把那個湯汁裡去 沒有錯 義大利麵就是這樣做 博生你也很懂義大利麵了吧 我太懂義大利麵了 沒錯 好 我們現在這個裡面是 有水分 炒香的洋蔥 炒香的培根 把培根的甜味 洋蔥的甜味 熬到我們的湯汁裡面以後 再加入我們的白醬 壓力鍋只有紅色嗎 這是白醬 壓力鍋 有銀色跟紅色 有兩個顏色 一個叫做典雅紅 一個叫時尚銀 好不好 兩種顏色 供大家做選用 所以你那個連接點進去 購買的時候應該可以選 是這樣子吧 是的 可以選 可以選 我下午也有幫各位 操作一次這個連結 是OK的嗎 非常容易 非常好上手 好來 我們剛剛熬了這個白醬 這時候就可以差不多準備倒進去 然後這邊通心粉再滾 我覺得已經 這個通心粉很小很細 所以我覺得應該滾一下 就可以把它倒到這裡面來 煮好後製晚餐 好來 通心粉 我都餓了 配方可以寫出來嗎 感謝 我們在最後幫大家 那個 複習 我們最後結尾的時候 幫大家一次做複習好嗎 嗚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對啊 煮了以後這樣 噗溜噗溜的感覺 好 先幫你把起司放過去 待會應該會加 好 好 吸收它的湯汁 學老師說昨天媽吃到的小莉莉是什麼 昨天呢我們有用 最後呢這個紅酒燉牛肉對不對 我們 會再加入 把那個 一些料 一些調味料 跟紅酒燉出來的那個汁 就牛肉拿出來 剩下那個湯汁 我們把它濃縮 然後再加入一些調味料 去把它變成我們今天紅酒的沾醬 那昨天學老師吃到那一粒一粒的呢 就是蜂蜜芥末 因為我在調製的時候 有加蜂蜜芥末 那一粒一粒的是蜂蜜芥末 但今天我想要換一種調味料 因為呢我昨天看到很多微飽說 我的紅酒燉牛肉看起來像暗黑料理 暗黑料理 所以我有點不是很開心 所以我們 有人這麼說來自己承認 是不是 在現場的500多位微飽 是不是有人說我的菜很像暗黑料理 所以呢 為了避免它這個成菜的這個美觀度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一些不一樣的料 讓它看起來裡面沒有那些一粒一粒的東西 對好 我們的這個通心麵 看一下喔 因為我剛剛滾的時間不是很長的 我怕它沒有熟 嗯 現在大概五分熟 不行 我第一次煮這種小的通心麵 我沒有什麼概念 那沒關係我們就再讓它在這邊再滾一下也一樣 加一點水 這邊我白醬都還沒有下去 都還沒 都還在旁邊 我現在就是炒出來 培跟洋蔥加水 水油先來煮這個麵 然後讓它滾 然後把這個整個的甜度吸收一下 然後薄成在旁邊 默默的拿起來一個湯匙 想試一下我們的白醬 但這個還沒有加鹽 所以還沒有味道 你可以吃吃看啊 就是一股奶 就是奶的不行 讚 就是奶的不行 而且這個白醬做得很成功 為什麼很成功 因為它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粉感 做得不好的白醬就是你奶油跟麵粉在炒的那個步驟 沒有把麵粉完全的去融化 吃到的時候會有一股嘴巴裡會覺得粉粉的 粉粉的 那就失敗了 這邊再利用這個水煮一下麵 煮一下我們的鴨 它叫什麼 是空心粉 對 黑胡椒 我們來調味囉 我剛剛差點講成壓力粉 今天什麼東西都跟壓力有關 我也保你們今天壓力大不大 大神今天壓力有點大 因為我們要在業配壓力鍋 過程最近的工作壓力也有點大 好 我們試一下 等到這個麵粉的熟成度OK了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白醬 然後把它整個放到我們的鑄鐵鍋裡面 壓力鍋可以煮什麼 如果你用壓力鍋的話可以煮 可以煮咖哩 可以煮 可以燉湯 燉肉 煮米 煮粥 醬 煮青花魚 蔬菜 燉肉 燉肉 沒錯 沒錯 博昌哥哥在念他的那個 送的那本食譜書 念給大家聽 等廠商沒有看到 第一次就知道白醬有麵粉耶 長姿勢耶 沒有錯 沒有錯 真正外面一般吃到的 譬如說巧達濃湯啊 或者是一些 這種很濃郁的白醬啊 都是用麵粉去跟奶油炒出來的 都有家裡面 都有家裡面 那我們一般如果家裡做簡單一點的話 只加鮮奶油的那種 就不會那麼濃稠 那一樣有那個奶味 有開抽油煙機嗎 沒事沒事 我們現在這個都沒有油煙啦 都是水而已 我們剛剛在煎牛肉那個大火的步驟 就有開抽油煙機 然後我現在在剝幾顆蒜頭 我喜歡蒜頭 沒有炒過 最後加進去的那種感覺 會比較有那種 生的那種蒜味 蒜味會比較重 蒜味會比較重 對蒜味會比較重 火小一點火小一點 不要炒達 不要炒達 炒回答 不要炒回答 不好意思 巧達不愛吃耶 巧達農湯不愛吃 代替嗎 代替嗎 代替 什麼東西 什麼代替 那個 這個人的名字 名字叫代替 威寶的名字叫代替 是嗎 巧達 你說巧達農湯不愛吃 是念醋嗎 對 但是真正很濃的白醬 都是用麵粉熬出來的 好 來 我們的蒜頭進來 阿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亞利鍋買回去 結果送一本日文的師父 阿怎麼用 這裡有一本 中文的說明書 有一本中文的說明書 有一本中文的說明書 OK 寫得非常仔細 非常清楚 好 我們通心粉有沒有熟啊 欸它長大了欸 真的欸 變大了 好 現在要讓裡面有一定的水分 不能完全沒有水分 然後呢 我們白醬 我覺得好像不用全部進來 我試試 慢慢加 然後讓它融進來 它下去的時候好像那種 起司醬 沒錯 療癒吧 嗚 嗚 嗚 好正喔 嗚 沒有錯 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太正點了 太正點了 哇 柏城看到這個就興奮了 好 四神D 喔 D Sorry Sorry 喔 小S的D嘛 好 那這邊呢 要不斷的攪拌 因為它這個 濃稠度很高的東西 下面很容易燒焦 很容易焦 對 不斷的攪拌 好 然後我的鑄鐵鍋來了 今天有準備鑄鐵鍋 我們今天這道白醬呢 不只我們做得這麼濃郁 我們還要焗烤 再濃郁 國城在旁邊 現在整個人興奮到不行 好 好 可是你還沒 你有加鹽的嗎 蛤 沒有 因為它這個培根的鹹 我覺得我不想再加鹽 嗯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配紅酒牛肉吃的 沒有 讓我們先試個味道 先來試味道 你覺得真的不夠鹹 我們再加鹽 我怕它太鹹 我覺得OK了 你要再加鹽嗎 補一點 補一點點 補一點點不用補太多 好一點點 因為我們煮麵水 我用煮麵水來煮了通心粉 所以這裡面其實也已經有鹽了 煮麵水我有加鹽嗎 對 好 現在是一個很滿足的濃郁度 對不對 我們呢 其實感覺不會全部 應該感覺烤不完 我們不用焗烤這麼多 鑄鐵鍋 不要吼水哈 來 濃郁吧 哇 其實好像可以耶 直接鋪上去 好像可以 全部嗎 全部 舒服 這個平底鍋看 很好用到現在 完全沒有沾鍋 很棒 好 好 需要鮮奶油嗎 不用不用不用 你就是用那個麵粉加牛奶 已經夠了 好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起司 欸我先把它弄平一點 弄平 焗烤好吃 隔膜水了 可以再撒一點點胡椒粉 好 來囉 嗚 一定要厚厚的一層 哇 今天就沒有再客氣了啦 好厚喔 對啊 難得耶 厚厚的一層 好不好 柏晨開開心 我講了這麼久 終於有一次 員工福利 終於有一次滿滿的起司了 員工福利還OK吧 上下加熱 一百 一百七十五度 然後我把它設在 烘烘條時間 柏晨把這些吃完 熱量肯定爆表了 就算知道熱量爆表了 我還是會吃完 再多再多 旁邊還沒有 旁邊還不夠 這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耶 柏晨每次直播都吵著要起司 終於有一次大臣想通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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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出了滿滿的起司 許惟老師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現在過來 好勵志的故事喔 還來得及 好來 好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呢 我現在烤箱預熱 然後等一下就把它放到上火 然後你看這白醬 還有剩一點起來對不對 這個不要浪費 這個等一下我們沾麵包吃 讚 好 我烤箱預熱一下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道菜 哇 今天要做的東西很多捏 來不及囉 我們看一下 因為壓力鍋的料理過程實在太快了 我原本想說填補一下 這中間在燉的這個30秒的空窗期 結果因為它實在太快 它剩9分鐘了 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做 快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看 老師那部節目喔 最後9分鐘 最後9分鐘倒數 是不是要跟孔鏘老師來跟那個配樂 BGM 好 來 我們今天準備了 蘆筍 還有蘑菇 來來來 要小心 小心版權 小心版權 你口頭配的話應該沒有版權問題 等一下喔 這邊現在在做這個平底鍋再加熱 然後呢 等一下 這裡呢我們要來炒我們的這個蘆筍還有蘑菇 然後等一下另外一個平底鍋我要來做我們的馬鈴薯 但是我另外一個平底鍋剛剛做完白醬還沒有洗 所以我這邊要先把我的蘆筍丟進去 然後蘑菇丟進去以後呢讓它在這邊煎 然後呢我要去洗我的平底鍋 然後再來做馬鈴薯 所以現在非常的緊張 非常緊張 喔 不要急要等降壓 對對對對對 它煮完還會有一個降壓的時候 喔 還要降壓 但是這一款壓力鍋我必須要說 如果真的要提降 它降壓超快 一般來說我們之前我看徐媽用那個壓力鍋 降壓都要降個半個小時 它只要降個五分鐘到十分鐘不到 好來 這個蘆筍呢 我們大放一點吧 無所謂 蘆筍好吃 全部下去 然後我現在都沒有加油齁 沒有關係 都沒有加油 新地霧說大神要教媽媽用瓦斯爐還有烤箱 不然他一個人在家不會用 沒關係 焦了也不會所以不用焦 大神好忙貴啊 來 鹽巴 Salt 我只會分老子一半 我用你 鹽巴 然後呢 胡椒 許卡我也好愛 好 後面呢 後面差不多了 預熱OK了 拿出來 我們直接放到烤箱的最上層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 很緊張很緊張 拿拿葉也在焗烤 我們放到烤箱最上層 拿拿葉開飯 大家這個步驟一定要注意 我因為是鑄鐵鍋 我才可以這樣整個放進去 如果你們呢 是那個要放到烤烤盤裡的東西 一定要注意它是不是能高溫加熱的 不然會壞掉 好嗎 會裂掉 這裡我們現在沒有加油 我們先把它稍微有點炒香 然後呢 再加油 然後另外呢 現在大家 不過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的優惠 我去洗一下鍋子 你油是待會再加是不是 對 OK OK 我們舊雨新枝 我們新來的朋友 椅子還沒做熱的 板燉剛拉進來的朋友 今天我們用這一款 Cooking Pro 智能壓力萬用多 我們來做的料理是這個 紅酒燉牛肉 紅酒燉牛肉 平常一般要燉啊 你拿那個一般的湯鍋啊 你燉 你要燉三四個小時 我們今天 三十分鐘就把它燉好 而且燉的是非常軟韌是嗎 沒錯 價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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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最關心的價格 這款壓力鍋 我可以先講 它是在 日本 日本 日本連兩年都是銷售冠軍 沒有錯沒有錯 智能壓力鍋系列都是銷售冠軍 那今年來到台灣 開始賣 開始賣 就是 以這個 跟日本一樣的規格啦 我們可以說 有符合日本的 我們的產品標準啊 還有我們台灣的產品標準啊 我們這壓力鍋來台灣賣 我們現在的定價是5960 5960 其實已經是很OK的價錢 官網定價5960 你覺得已經很OK的價錢 感覺已經有點破天荒啦 5960 一般聽到 哇這種又是電子產品 又壓力鍋的東西 哇 一萬吧 弄一萬以上吧 5960 今天大城消灌 直播優惠 4980 折一千 折一千 太舒服啦 同時 輸入大城消灌 獨家折扣碼 Happy Life 再折三百 Happy Life 再折三百 所以折一千三的現金 再折什麼 加正 forge in fire 十寸不修鋼 折一千鍋 就這個 剛剛給各位用過了吧 非常好用吧 好用吧 好用吧 這個 這個我看外面售價是690 690 這樣折多少了 折多少了 折一千 折兩千了 加690 折兩千了 同時再加正大城消灌 才有的十八個月的保固 十八個月保固 大城消灌才有 這個十八個月的保固 這個外面你要再加一千才有 好 這樣子 三千塊 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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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承真怎麼還幽默了 我這麼認真的講你所有幽默 為什麼博承今天異常的認真 大家卻覺得他異常的幽默 難道說這就是博承的魅力嗎 我這麼認真 來這邊有熱了以後我要來煎我們的馬鈴奇 波承口條很好 居靠前給你吃光光 謝謝會會 謝謝會會 我跟你講 因為今天大城還特別煮了這個 居靠起司透氣粉 沒錯 所以波承今天就很賣力 想到等一下有好吃的心情就 哇 後來 平常沒有這個起司透氣粉 來你看大家 我把這個馬鈴薯 削成這樣子像干貝的形狀很可愛 然後我今天要來做 煎馬鈴薯 唉呀這裡的火好小喔 我要換到那邊去煎喔 受不了 你那個蔬菜應該很快吧 沒有沒有 他要有一點焦焦的比較好吃 我覺得你不要用平底鍋了 來各位走 我們換地方 有夜市拍拍的Fu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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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換地方 我們換地方 這邊 火實在太小了 CINDY無嗎 說好心動 好心動 不如馬上行動 來 國城是因為起司而興奮 不對 我是 除非我們敬業態度 沒有錯 我們國城哥哥很敬業的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說國城 怎麼會因為區區起司再興奮呢 講個自己都心虛了 今天這一餐太豪華了 當然還是要感謝我們的廠商 沒錯 因為今天有廠商的置入業配 所以就有加菜景 鏡頭沒換地方 有辣 一定會帶著你們跟我們走的代地 今天這一餐太豪華了 沒錯 請問哪個蘑菇不用切片 不用 因為我們就是 大家有沒有去外面吃過牛排 外面吃牛排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這樣整塊的蘑菇 對不對 來 國城在現場香不香 來回答我們李富利 香不香 不香 太香了 太香了 口水直療 吹仙三尺 不能收不了 不收不了 沒錯 吹仙三尺 好 我們這一個呢 馬鈴薯的一個特殊做法 大家可以把它學起來 我把它消成這樣干貝 讓兩面扁扁的 然後兩面煎香以後 等一下再加雞湯 就讓它煮 吃飯白絲也可以用壓力鍋嗎 可以 這個就是今天的重點 下次 我們要許薇老師來示範壓力鍋 如果都能成功了 馬鈴薯這邊要兩面加假拍一下 拌一下 看一下 還不夠加假拍一下 這個差不多了 這個差不多 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來 這個可以先拿起來 這個 超穩的 大家昨天煮麵超方的 而且你看我們今天同時準備多少東西 好來關 這就是我們的蘆筍以及蘑菇 炒得香香的 煎得香香的 炒得香香的 那個是等一下配菜 好來等一下這邊 拿起來理我一下 好來 我們馬鈴薯要這樣煎的 沒有膠 兩面恰恰這顏色 漂不漂亮 很快一下就變這個 金黃金黃了 對啊 漂亮這顏色 想不想干貝 想不想自燒干貝 好嘞 再來繼續另外一面 然後各位 等一下等一下 很緊張很緊張 今天動作很多 這個是怎麼樣 好了對不對 拿下來 操作喔 還沒 還沒嗎 對啊 沒有我要解壓要手動解壓 這邊寫AND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邊來手動解壓 有沒有看到這個壓力法 然後這一根 有點刺激要把它剝開 這樣就解壓了 很安全 整個過程都非常的安全 做菜白吃也可以用 OK 現在它就開始減壓了 來大家可以幫我計時 看減壓要減多久 我自己測到大概五到十分鐘以內 很快 然後我們再回來 第二現場第二現場 第二現場 很緊張很緊張 第二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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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這個步驟了以後呢 兩邊恰恰對不對 這裡現在有一些多餘的橄欖油 我們先把它滴出來 多餘的橄欖離出來 然後這裡面現在加什麼 加奶油 加奶油嗎 嗚呼 加奶油 馬鈴薯煎得太很厚 太香了啦 就是要這樣煎才香 太香了啦 現場很多香味 那邊那個牛肉在泄氣 所以整個香味已經充滿了整個房子 好香好香 然後呢現在我們奶油 奶油下來 讓我們的這個所有的馬鈴薯都滾到這個奶油的香味 然後調味 鹽巴 唉唷我這邊好香喔 鹽巴 還有我們的 泰米 還有呢 我們的 黑胡椒 哇太香了太香了 好來 這個油現在很香 我們讓它每一個奶油都有滾到 每個馬鈴薯都滾到 哇 顏色好漂亮喔 好 然後要滾到我們奶油的香 馬鈴薯那個 百里香的香 馬鈴薯要現蒸熟 然後現在 我們沒有現蒸熟 為什麼不現蒸熟呢 我來告訴大家 因為呢 把它兩面煎得恰恰以後 我們這邊加雞高湯 加到大概馬鈴薯一半的高度就好 不用太多 好 然後中火 中小火 讓它滾 中小火讓它滾 讓它裡面去內部煮熟 然後不用加蓋 不用加蓋 就這樣 好來 各位 取考差不多了嗎 我看一下 我偷看一下 pick一下 大家陪我偷看一下 再一下 它已經起司都溶了 我希望它起司有一點焦焦的 然後當然你看 這邊已經解壓完成了 很快 有沒有五分鐘 感覺都不用五分鐘 真的超快的 對啊 減壓完成 好來 我們準備進入我們第三個步驟 今天好忙 今天好忙 我先把空間清出來了 我們等一下 我要來打開囉 登登登 等一下 等一下 拿鏡頭近一點 sorry 來囉來囉 那這邊開的時候 這要小心一點 可能還有一些蒸氣嗎 不會 安全的 安全的 來囉 開不要朝著自己開 登登登登登登登 大家應該會 噢好香 噢好香 大家應該會覺得 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很像 紅酒燉牛肉的感覺 對不對 這都是很正常的 來我們這邊要來幾個步驟 我們加這個碗快會有用喔 我們呢 這個步驟呢 要先把牛肉給取出來 多餘的渣渣我們就不要了 不要慌不要慌 大聲 不要慌不要慌 不要慌 好來 我們先把 因為呢所有的精華 都已經被燉到我們牛肉裡面了 所以除了牛肉以外的 其他這些渣渣 我都不要了 這些馬鈴薯阿 不是馬鈴薯阿 紅蘿蔔阿 芹菜洋蔥 蒜頭都已經功成生退 我們就不要了 把它撈出來 那當然啦 這些東西也不要浪費 它也是可以吃的 要吃也是可以 要吃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在我們現在 這道五星級料理裡面 他們已經功成生退了 把它撈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顏色 有沒有像昨天那個暗黑料理 跟你講 好吃的東西才會是暗黑料理 沒錯 好吃的東西 因為它複合了各式各樣的味道 才會好吃 所以它的顏色就會很奇怪 哈囉Merry Home晚上好 欸我們G考好了 我成就這樣超高的 我會肥死 好吃沒有在在乎熱量的啦 就一餐啦 好來 把大塊的都撈完了 然後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把牛肉給撈出來 看一下牛肉 有沒有留言沒有看到 你看 牛肉呢 我們就撈到一個乾淨的碗裡面 先備用 好專業的行男大主持 這句我是不是講兩次啦 收回一次 撈出來備用 我的老天爺啊 你們這兩個時間 直播美食要怎麼辦 要我們這些威寶得辦 都會吃不到 沒關係你現在只要買了這個電子壓力鍋 照著步驟做 大家也都可以成為 五星級主廚 我剛剛 剛剛 廠商說 是 這個卸壓 它可以自動卸壓 也可以手動卸壓 我剛剛用的是手動卸壓 手動卸壓就是如果你 時間很趕的話 你直接手動卸壓 你動那個 它蒸氣直接噴出來 那一般它 一般自動卸壓的情況就是 你不用動那個 你給它放著 放著它也在卸 它會慢慢的卸壓 當然時間比較久 可能十分鐘 所以我剛剛這樣 是屬於手動卸壓 手動卸壓 一分鐘兩分鐘就卸完 來博程 自動卸壓的時候 是會 很安靜 而且沒有蒸氣的喔 非常安全的 如果時間比較趕的話 就可以用我們剛剛的手動卸壓方法 好 我洗 我 可以再洗 還好有我們的 還好有我們的 怎麼樣現在 OK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牛肉 我覺得這個肉看起來 又比昨天的更讚的 沒有錯 今天用的是 一塊六百的牛夾肉 肯定不會更讚 各位啊 來 哈囉 我們現在 要來做 我們的紅酒醬汁 好智慧喔 跟層層一樣聰明的鍋 沒有錯 就是這麼的智慧 這是一個 學霸等級的壓力鍋 Joy事業說 我不太喜歡壓力鍋 壓力很大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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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呢 我們現在有幾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步驟 我們泡牛肉的紅酒 不是還有剩下嗎 這個紅酒直接下鍋 把它煮滾 紅酒 我們今天要 現在要把它 收汁變成我們的紅酒醬 是沒錯的沒錯 可自動跟手動蟹一樣 自動蟹還比較安全 同步我們已經可以來擺盤了 就在個人的選擇囉 手動蟹還就快一點 那自己要小心一點 我都吃了一塊 好好吃 哈哈哈哈哈哈 快點弄醬汁 不要再吃了 這個 那我要吃這邊的蔬菜 看 是不是很軟嫩 直接就咬下來了 好好吃喔 好 好 我們要來擺盤 丟一張乾淨喔 哇這蔬菜也好好吃喔 了解 來囉擺盤 先把我們的牛肉 這真的怎麼弄成 弄成快偷吃一塊 好啊 對著有一點力氣感 感覺會比較好看一點 你沒有用那個 有深度的那個碗 沒有 我真的感覺很餓了 這是我的晚餐 好然後我們剛剛的那個 蘆筍 這塊小塊的 尬在旁邊 煎得很香的摩 這樣子有擺盤的 有美感嗎博產 救命啦 拯救美術不及格的大臣 這樣有美感嗎 現在是不是看起來很散落啊 我還看不出來你想幹嘛 還看不出來嗎 對啊 沒事沒事 不要緊不要緊 好我們這邊紅酒讓它滾喔 旁邊紅酒這邊一直在滾 然後呢 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裡還有我們的 喔有手 喔好好吃喔這樣 馬鈴薯也OK了嗎 我趕快吃一塊囉 說說的口感 跟你講這個口感 待會給我 給我十分鐘 讓我好好的 訴說它的口感 沒有那麼長時間 sorry 這好像干貝一樣有沒有 好漂亮的馬鈴薯喔 ok 牛肉好像有點少 蛤牛肉有點少 你慢點留一點 好 好 待會再弄一 這邊 紅酒 差不多了以後呢 我們剛剛燉牛肉剩下的醬汁 我的肉燒 不所以也是干貝 好來 過個肉燒 欸這樣看得到嗎 醬汁 我忍透吃 過個肉燒 王立文說 好美喔大臣也太會歹彈了 不好意思啦 第一次有人這樣送你的美術齁 對 不好意思 好 可是好像有一點大鍋 這麼大鍋的話 我怕收汁要收太久 所以我盛一個小鍋來收就好 這樣比較快啦 大家等不及要吃要看試吃環節了 哎呀好折磨啊 哎呀 沒錯 其實煮這種醬汁呢 就應該用我們這種可愛的牛奶鍋 好 我決定要換個鍋子 然後移到那邊大火去煮 不然這樣真的太久了 羊菇擺盤有點怪怪的 是嗎 我們走的是一種精緻隨意風 精緻中帶著一點隨意 可以教老師用電子壓力鍋煮紅豆湯 好 我們現在就煮這樣的湯汁就夠了 然後我拿到那邊用大火去煮 這樣比較快 然後順便我也去那邊拿一些調味料 來囉醬汁醬汁醬汁 一來一去的大家陪我各種搬家 這個馬鈴土就這樣放在那邊 好來煮 凱莉說可以直接訂購大臣就好嗎 想要訂製一個大臣可以買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不要縮笑不要縮笑 好來加熱 加熱以後我們呢 我們把一些重要的元素給拿出來 首先第一個 我準備了這種Chipotle的辣椒美乃滋 第一個 第二個 糖 那如果家裡有巴薩米克醋也可以加巴薩米克醋 那為什麼要加糖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希望我們的這個醬汁它本身是有點滑嫩滑嫩的 所以它要有那種晶瑩剔透的感覺 它必須要有糖 你燒出來的東西才會有那種晶瑩剔透的感覺 而且要用冰糖 對 燒 然後呢再來 我們的Chipotle 這個叫Chipotle Chipotle Chipotle是一種辣椒 所以這個叫Chipotle美乃滋 Chipotle Chipotle醬 好 大概三湯匙左右 那這個如果沒有怎麼辦 這個沒有就加美乃滋或加芥末都行 芥末是那種糖芥末吧 對 我回去說大神好 哈囉 醬汁醬汁 好現在呢就讓它收汁開大火 給它一直滾就對了 把水分煮掉 它就會把味道濃縮 然後呢把那個我們的那個醬汁煮得夠濃稠 那你看現在看起來起很多泡泡有沒有 看起來整鍋變得那麼多 那就是因為呢我們剛剛有加糖的緣故 迷你問大神這是宵夜場嗎 沒有錯這就是宵夜場 再次重申這是晚餐場 波生哥哥加班加到現在也是辛苦了啦 看大神煮一餐是這麼辛苦這麼忙 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這不容易 致敬 Respect 我們所有的家庭主婦 致敬 為了讓幫助所有的家庭主婦省時省力 今天我們推的這個Cooking Pro 大家一定要帶一台回去 而且我們現場已經折到不能再折了 不管是現金保固或是贈品 送大家的東西真的非常的多 看一下好再熬一下 試一下味道 煮咖哩也可以用壓力鍋嗎 可以 需要一點鹽巴 甚至你還可以煮乾咖哩 乾咖哩 對呀 它這個壓力鍋它可以煮米 可以煮麵 可以壓肉 可以燉湯 都很方便 好來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還有焗烤這件事喔 我們要不要先去開焗烤 這邊先讓它 我把焗烤拿過來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這樣總共要唱幾次 幾次我們 登登登登登 欸咻 我這樣剛剛 這樣講 漂亮這個句考 那你怎麼就這樣啦 怎麼不要說要上個 等一下我想要全部一起都在唱的 好 去那種真正的美式牛排館 吃牛排旁邊都會點這個 Mac and Cheese 再熬再熬 還不夠還不夠 火大一點火大一點 其實喔如果這裡大家覺得 這熬的步驟太麻煩 很煩在那邊一直煮 偷加一點太白粉水勾切也是OK的 但是我今天不想偷這個 既然都已經撐到現在了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料理做到完美 沒有錯 快了快了 成功喔 沒錯 焗烤還OK吧 焗烤目前看起來應該還OK 味道肯定也很讚 好 國城會煮飯嗎 我會煮的 就兩道 義大利麵跟青梨豆 那也很厲害了 那也不容易 而且你還會做醉雞啊 還有醉雞 成功的焗烤沒錯 好 倒成這個焗烤缺一角耶 缺一角 缺什麼角 沒有 好了快好了 那這種醬汁呢 有一個很簡單的檢驗方法 怎麼樣是OK呢 就是你把它拿起來 然後可以掛在你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 湯匙上面的時候就OK了 但是好慢喔 好漫長喔 好 我去把我們的那個拿過來 準備要淋醬 大家告訴我 這樣有什麼地方可以調整一下 我覺得它看起來少了些什麼 我覺得它看起來少了些什麼 它是不是少了點什麼 這個有看起來像外面五星級料理的東西嗎 還是少要一點紅色 哈囉 歡迎回來 快喔 這時候要加什麼紅色 是不是smoke paprika 紅蘿蔔 加兩塊紅蘿蔔 真的嗎 肯定不是smoke paprika 那我們就加兩塊剛剛燉的紅蘿蔔 那我們就加兩塊剛剛燉的紅蘿蔔 現在這樣比較好看嗎 好像可以喔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了 差不多差不多 大神小管 熟吧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醬汁的濃縮 濃縮 這個是許薇老師 怕有人以為我們在賣一隻花 灑一點紅椒粉 這個央春藝 好看過了 OKOKOK 成功成功成功 終於好了 準備好了嗎各位 準備好了嗎各位 跟我們的Cooking Pro一起 全場秉析以待 全場秉析以待 就等著這關鍵的一刻 尾巴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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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要先那個嗎 蛤 不是要先那個 登登登登 沒唱歌 sorry 玩過玩過 NGNG一次 好 來囉 登登登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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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回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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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功 來來來來 嗚 欸看起來真的有無 嗚 真的有無有用吧 像在外面餐廳吃的東西吧 可以嗎 給分給分 來個叉子 給分給分 我的你要不要先來點通心粉 我先幫你盛一碗通心粉 我先幫你盛一碗通心粉 必須必須必須 受不了了是不是 要的 好來 哇 等一下 給大家聽一下那個表面的聲音 這樣好像聽不出來 它表面是酥脆的 然後裡面是應該是很有湯汁的 這一份要多少錢喔 哪一份 這個嗎哪一份 紅酒燉牛肉 這一份紅酒燉牛肉在外面吃 貴一點的餐廳 我覺得應該要 五六百應該要 五六百可能 應該要 而且它用的是這個牛頰肉 對 對 料理的太高級了 我剛剛可以炒 炒紅甜椒 也不錯 炒紅甜椒也可以 跟蔬菜一起炒 嗯 顏色更好看 好來 好漂亮喔 唉呀 那你幫我拿一個湯 好我們先來試吃喔 來試吃喔 先來試吃一個 這個Mac and Cheese 一定要一口 然後一口呢 裡面要有 起司 還有我們的通心粉 這樣 很燙 滿足 這個 真的只能用 滿足來形容 喔這個 起司加那個 太讚了 徐薇說 哪以為餐廳要賣兩三千 這個要賣四百八 這個應該要六百八 到七百八 應該需要 不過是 不過在那邊吃了一口 這個起司通心粉 然後現在在旁邊 醞釀 他的他的表情應該這樣 好 這個 已經滿分了 這個沒 無話可說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味道 大家都 可以用想像的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特別 我們來 不過這已經沒聲音了 我可以給大家評語 我評語很簡單 四個字 人間美味 此生無憾 吃 好來 我們先吃一下這個馬鈴薯 然後馬鈴薯 要沾一下我們下面這個醬汁 應該沾一下那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這種馬鈴薯 這是外面高級餐廳會賣的 你聞吃得到 外面是恰恰的 奶油的香 迷迭香的香 調味適到好處 中間的口感 不是那種完全軟爛 就是像我們燉馬鈴薯 那樣一咬下去鬆掉 它是有口感的 但是又完全有熟 超級好吃 喔這馬鈴薯 我覺得比牛肉還好吃 好來牛肉 我們剛已經試吃過牛肉了 口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滿分 但是呢我們現在要來吃吃看 一定要沾夠醬汁 來牛肉 好賣粗喔 我吃牛肉 不會牛肉來一塊 你來一塊牛肉 來一塊馬鈴薯 好 我自己弄是不是 嗯 好好吃 那牛肉本身都非常的軟嫩 然後我的醬汁 因為我剛有加糖 然後還有那個Chipotle Chipotle是辣椒美乃滋 所以它有一點點微微的辣 但是那個辣是很溫暖的那種 然後再加上 這個醬汁的濃郁 整個包裹住 包裹住 這馬鈴薯好吃耶 馬鈴薯好吃喔 但是吃起來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對吧 很特別的感覺 等待是值得的 喔很好吃 很特別耶很好吃耶 大家今天覺得我們直播好像做了很長的時間 但不要忘記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焗烤 一個紅酒燉牛肉 這個在餐廳賣都是隔一天 隔前一天晚上做好的菜 我們因為有了這台壓力鍋 所以今天在一段直播內全部完成 是相當的不容易 好你吃一個這個 這些肉 沒有必要太浮誇 因為它就是 一般 我們去吃排餐的時候 旁邊會有的配菜 喔 這牛肉超讚 這滷水醬的處理好吃 牛肉讚齁 很讚 欸它又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一切都是因為我們今天的Cooking Pro 原價5960 大神小丸特價4980 折1000 再憑優惠碼 再折300 折1300 再送1000元的18個月保護 再送我們10寸的這個Forge on Fire Forge in Fire Forge in Fire 的這個平底鍋 6寸 4加690 一共送了大家3000塊錢 把這個帶回家 不僅僅是今天的紅酒燉牛肉 不管你要燒紅燒肉 牛肉麵 都可以把4個小時 6個小時的工夫 折近30分鐘之內 讓原本覺得很難做的料理 或者說門檻很高的料理 馬上走進每一個家庭的餐桌上 好不好 大家把這台帶回去 今天非常的划算 我們直播開始的時候 問大家說沒有電子壓力鍋的 加1 很多人加1了 我覺得加1的大家 趁現在這一波 一定要把這個電子壓力鍋帶回家 OK 折扣碼直到明天的晚上12點之前 可以使用 所以你想要多省這300了 要在明天晚上12點之前 選購 然後打入我們的折扣碼 Happy Life 就可以再折300 OK 然後呢 這個呢 憑這個 它的這個序號 也可以到官網上 在六七月份的時候 會出一本中文的食譜書 裡面有一百道 是一百道吧對不對 還是不止 反正有一本中文的食譜書 在六七月的時候 憑序號就可以上網 去做領取 現在這一本是一百道 現在這本 日文的是一百道 這是已經內附在裡面的 但日文的怕大家看不懂 所以六七月的時候 有一本中文的 OK 太好吃了 電子壓力波 讚 我覺得這個爐水很好吃耶 一大陸還有任何疑問的話 私訊我們 對 我們都有 我們的客服幫你服務 私訊粉絲團 好不好 客服就會幫你服務 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才要如何選購 這要連結幫你送上啊 連結 來吃一下這個 來吃一下這個跟了牛肉燉很久的紅蘿蔔 柏晨才吃一塊牛肉 這紅蘿蔔其實也很好吃耶 你要吃嗎 你看 那紅蘿蔔很軟爛 沒有那種紅蘿蔔的深的味道 我覺得這次跟比你前天那次又更好吃了 包括那個醬汁 包括醬汁的醋 你用那個好像有一點更甜的感覺 比那個蜂蜜 比那個芥末更甜 這個絕對比徐爺老師昨天吃的好吃 而且昨天的那個醬汁 我有用碳白粉水勾芡 今天的這個醬汁 我是完全讓它reduce 所以那個又不太一樣 可惡 而且這個牛頰肉 我覺得非常合適耶 很好吃 是為什麼啊 是因為他牛吃東西 他嘴巴會一直動啊 所以我感覺 他這個膠質非常豐富 喔膠質的豐富 你看 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裡中間都有一塊牛筋有沒有 這個牛筋是用嘴抿可以化開的 好好吃 不過 其實旁邊還有 我們等一下還可以再做 接下來呢 先盛一份給大家看 嗯 嗯 而且你這樣做了三十分鐘 它這個軟度完全是恰恰的 嗯 有人說 大神業配很用很成功很用心 大家看到了還僅僅只是 你們今天已經目前呈現了 在這之前 包括每一個商品的試用 我們今天要做的菜的試做 就我們決定接這個業配的時候呢 是因為我用它做的牛肉麵 燉得非常成功 所以我們接了它 接它以後呢 今天要示範的菜是 紅酒牛肉 所以我前天也示範了紅酒牛肉 這些我們背後的 層層把關 就是為了把最好的商品推給威寶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功課 我們 真的用過 真的好用 真的好價格 才會推薦給大家 所以大家 只要你有需求的 放心的去買 不管是實用性或者是價格 絕對 絕對 大成小管保證 層層把關 真的 讚 真的 好了 好大了 這是水而已啦 今天的Cooking Pro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紅酒燉牛肉超級成功 旁邊的Mac & Cheese超級成功 然後呢 我們的Cooking Pro壓力鍋的使用 也超級成功 層層把關 成功 簡單安全 想要購買的 記得在明天晚上12點以前 使用折扣碼 可以再折300 過了明天晚上12點 就少了這300塊的折扣碼 但是一樣還是非常的划算 有任何問題不確定的地方 還在猶豫的 私訊我們 大成小管保證 不管是有一些可能清潔啊 保養相關的問題想要問啊 想要多了解一點 都可以好不好 大家可以私訊大成小管的粉專 都會有客服幫你們做回答 今天很成功 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